哈喽大家好,我是米糕 欢迎收看一万订阅的感谢影片 Q&A的问答时间 之前有一支感谢订阅的纪念影片 由目击大家的Q&A 本来想说选个五题回答就好 没想到留言还蛮多的 有点吓到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影片底下的留言我都会看过 而且大部分也都会回复 所以大家留言这么多问题 我不选择多一点来回答 好像又有点过意不去 那就从五题增加到十个问题吧 好像也没有增加很多 好啦,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赖品函问米糕可以露脸吗? 米糕几岁? 好的,什么时候露脸这个问题 绝对是最多人问的哦 几乎有发问的观众都会问到 那会不会露脸呢? 未来是一定会的 但短期内还没有这个打算 因为露脸等于会失去一部分的隐私 可能也会有比较多的麻烦 我做影片这件事只有跟几位 我比较亲近的姿友说过 大家可想而知 我平常生活是非常低调的哦 很怕被当成朋友圈的闲话对象 当然如果露脸在YouTube上的发展 可能会多一点 这是肯定的 比起露脸 我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我连直播都不敢开啊 之前有尝试过两到三次的直播 紧张到都没办法正常讲话 直播跟做影片真的是两回事 所以比起露脸 或许我会多开点直播与大家互动 训练一下勇气的部分 那米糕几岁呢? 我的生日是11月12号 岁数的话同样设计 大家就只有想象啦 好奇大家会觉得我几岁 可以留言跟我说哦 爱莉问 恭喜米糕1万订阅 以下是偶想问的问题 一打算什么时候露脸 二在1万订阅后 有什么庆祝活动吗? 第一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那第二个问题 有做什么庆祝的话 目前都还没有 等到疫情减缓一点 餐厅有开放内容之后 我应该会找那些自由们 出来吃饭庆祝一下 林子宜问 为什么米糕以前影片的名字 不是米糕而是卷猫? 米糕这个命名的由来 我一千订阅时有讲过 就是去年刚玩动生的时候 正好一边配着米糕当午餐 一边创立角色 然后我觉得好好吃 所以取了米糕这个谐音 而我频道基本上都是做动生的影片 就想说既然都做动生了 就用动生里的名字 所以就把卷猫换掉啦 严格说起来米糕是有点误打误撞的名字 可能我下次吃到什么好吃的 又会改频道的名字也说不定 B站的观众很常问我 米糕是吃甜的还是咸的好吃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 我吃的米糕是指 铜纸米糕或红薰米糕这类食物 跟粽子很类似 而我都是吃咸的比较多 所以推荐大家点咸的好吃哦 王于乔问 铜纸米糕是全职YouTuber吗 目前是的 这样才有更多时间用新专业影片的制作 像是剑岛的影片其实都需要蛮花时间的 除了家具一个一个测试装饰的效果 完成之后还要再全部拆掉拍片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看我频道几乎都是短短几分钟的影片 其实都是浓缩再浓缩的精华部分 也因为这样我现在看任何人的剑岛影片一律按赞 因为我知道这类型影片真的超难做 而且点阅率不一定好 尤其是中文圈 剑岛影片点阅率都很惨 但也不难理解啦 毕竟玩游戏就是要轻松玩 这么累的玩法就交给YouTuber累就好啦 Q4是用什么软体剪片 我早期是用Sony Vegas 剪影片非常的直观好用 新手也可以轻松学习 那现在都是用Premiere比较多 声音后制是用Odacity 如果大家对制作影片有兴趣的话 会比较推荐直接学Premiere 或许有其他更好用的软体吧 但我只有学习这三款 也只能讲我理解的部分 最后祝米糕早日达到10万订阅哦 10万订阅还太早了吧 不过很感谢你们的祝福哦 立12277问米糕的职业跟设计美工有关吗 建岛都很有想法 我的科系跟设计或美工类完全张不上边哦 也非影片制作的电视电影学习 全都是因为兴趣才会比较仔细研究 我建岛都会有一个主题 过程中也会把一些比较细节的处理方法说出来 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友善一点 但其实动森的大神真的很多 参观了好多人的岛屿 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所以大家除了看建岛的影片学习之外 也推荐大家可以多逛其他人的梦境 或许也可以自己领悟到一些改岛小技巧哦 魔法鲁鲁游戏实况问 可以玩玩其他Switch游戏吗 其他的游戏如果之后有玩 应该也会做成影片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全部都是动森的话 我怕我自己也会玩到你 以后玩完别的游戏转换一下心情也是蛮不错的 刚好明年好像会推出七弹大作战第三代 我对这款游戏很有兴趣 之后应该也会开实况跟大家一起玩啦 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频道呢 这个我有在1000订阅时讲过 因为我很喜欢看别人玩游戏 也因此有很多欣赏的大前辈 像是阿神 蠢蠢 还有好多好多的实况主 算是因为受了他们的启发吧 我相信很多实况主都是受了其他实况主的影响 而自己也想要成为游戏实况主的 看久了也会很想要体验看看做游戏实况的感觉 这个想法好几年前就有了 但迟迟没有行动 就在去年任天堂推出这款我最爱的动森之后 正好有了这个契机让我创立频道跟大家分享 终于在去年的8月我勇敢跨出这一步啦 直播肯定会有的哦 不过等我调试好紧张的感觉再说吧 那如果之后有开直播 希望大家炮火轻一些 手下留情一点 嗯 蠢蠢算是VTuber吗 同样没露脸 讲话声音唱歌都很好听 而且V圈最重要的鬼畜迷音 他都会制作 甚至还是台湾鬼畜界的大佬 如果不算的话 今年才认识的古拉莎莎也很喜欢 同样也是声音好听 而且非常迷音的一位 米糕会开直播到观众的岛 或梦到观众的岛吗 这些题材我很想做 一样等到我敢开直播再说吧 米糕会转型做VTuber吗 这个我没有考虑哦 崔佳琪问我有上电视吗 有 让你上了 恭喜你成为Q&A问答底的十分之一 红星问以后猫咪可以多出场吗 他好可爱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跟猫咪互动以后会多拍的 都是在哪里想到这些漂亮的布景 超有创意和质感的 首先很谢谢你认同我岛建的风格 我觉得建岛还蛮主观的 一样建议大家多看多逛其他人的岛屿 玩久了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哦 为什么会想玩动生很好奇 我一开始玩动生的确是跟风没错 早在去年四月游戏刚出来的时候就创立好角色 但一直没有很认真玩 我很奇怪 朋友都在封这款游戏的时候 我反而没什么动力 等到七月八月朋友都退坑 我才开始疯狂玩 结果身边已经没有人玩了 这应该也算是我创立频道的一个原因吧 既然没人陪我疯 我就创立频道找个灰奇疯的观众这样 后来也才知道热爱这款游戏的玩家真的好多好多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享受这款游戏 岛屿是五星吗 一定是吧 我在问什么 呃 其实不一定哦 我岛屿大概四到五星一直变 主要是看我平常有没有懒得整理杂草 还有就是导件时物品习惯随地丢 常常都会让我掉到四星的情况 请问都是几天出一次片 我尽量维持周更 一个礼拜大概两到三支影片吧 终于结束了 这就是本次Q&A问答 说是十个问题 但其实每个人问的都非常多 已经超过十题了吧 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的诚意 基本上大家最好奇的部分 都有认真报告给各位 如果没有被选到的留言 也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啦 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订阅跟支持 也希望我可以持续进步 拍出更多好看的作品回报大家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